蒙面财经朋友们好 本来呢今天想休息一下 不做节目了 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的这个片段 实在是有点生气啊 就是想还做个节目说两句 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片段中的讲话的人物呢 是马光远 他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评论员 那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啊 就是这个中国房地产的终极命运下 里面谈到了他受邀这个中央财经等主流媒体啊 然后做过一期节目 然后里面他谈到呢 他就号召年轻人就是手套房的刚需啊 不要犹豫可以买房 那没想到呢 这次又看到他啊 这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小片段啊 他是怎么说的 第一 对于普通人来讲 我就说的比较 这个比较特点一点 普通人真的没必要焦虑 为什么没必要焦虑 首先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为什么是普通人 因为你在正常情况下都没有赚到钱 在经济好的情况下 你都没有赚到钱 你现在经济危机来了 以后全球大萧条 全球的资产价格独自下跌的情况下 你说我要赚大钱 我觉得你是为难自己 你一定要善待你自己 不要这么想 所以我认为普通人焦虑没有任何用 当然没钱人更不用焦虑 为什么你的资产不会说是你本来就没钱 真正应该焦虑的是谁 是那些有钱人 有资产的 有企业的 这些人应该焦虑 好 看完这个片段 大家是不是感觉他说 普通人面对危机 那就不要活了 干脆等死算了 感觉好像是一种焦虑变成的奢侈品 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焦虑 普通人的焦虑 你就没有资格焦虑 这话说的真的让人挺生气的 这些年来不光是马光远 还有讲六个钱包买方的樊刚 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做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有一次央视采访他 讲到年轻人的买房问题 我记得他当时讲的 就是说鼓励六个钱包买房 就是你不还是有六个钱包 有双方父母 四个钱包 还有你夫妻俩钱包 六个钱包买房 其实这是透支中国整个家庭的储蓄 去支撑中国房地产的一个行为 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 并不是说要浪费时间 看他们鬼扯 或者是更没空批驳他们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面对经济危机 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其实我之前有一期节目 点到过如果发生危机 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 那期节目里面 我简单的说了说 但讲的不是很系统 今天我就系统的说一说 我们普通人作为 面对危机这种时刻 我们能做一些 哪些力所能及的应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第一点 就是要尽快的降低负债 不光要自己降低负债 也要让你整个家庭 或者整个家族的成员 迅速降低负债 这非常关键 大家知道当这个顺周期的时候 大家听过一句话 说这个用钱生钱 对吧 就是借别人的钱 赚自己的钱 有人这样讲 那在大环境好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 确实 而且这样做 确实可以快速支付 不管你是加杠杆买房 或者加杠杆炒股 或者加杠杆做生意 跟银行借钱 在这个顺周期的时候 在经济心向荣 向好的时候 确实可以这样做 那一旦当经济周期逆转 尤其是长周期的这种逆转 我指的这个长周期 说的是大概 二三十年的这种长周期 那这种周期的大型逆转 你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经过这种 长周期的这种债务的繁荣的积累 还有债务杠杆的积累 尤其是债务的积累 那整个的这个债务的问题 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那这个债务的危机 可以说有时候是一触即发 那这个时候对待债务问题 千万马虎不得 这时候千万不能再听 那些所谓的专家 或有什么这个 所以什么手套是刚需 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上车 这种说法 那因为此时 整个房价 或者说整个资产价格 在一个高位的区域 然后整个的经济环境又很差 那每个人的收入都在缩水 现金流也很脆弱 现金流都在下降 那这个时候就要高度的警惕 你千万不能背上这个一生 难以承受之重的这种债务 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 活生生周边的个体 或者一些中小企业主 他就因为这个债务的负担过重 整个把自己的房产抵押 去拯救自己的生意 或者是背负过沉重的这个债务 还贷的压力非常大 而债务这个东西 经济环境好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是什么 可能觉得多借点钱也无所谓 那个时候确实是多几点钱 你也能还 有这个稳定的现金流 当环境一旦逆转以后 就是平时你看上去不怎么高的债务 比如平时你觉得好像没借多少钱 几十万或者怎么样 不大的一个债务 那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还起来相当相当吃力 这就是因为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人人都很难赚钱 大家赚钱都很困难 也有很多人急着抛售资产 去降低自己的债务比例 那现在在中国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尤其对个人啊 我以前节目中也讲过 我说中国没有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 虽然有试点啊 但是没有完善的破产制度 总体来说 那个人的债务呢 是无限的债务 是终身伴随的 就直到这个债务得到清偿 或者你这个债务人死亡了 那整个债务呢 出售资产降低债务 这个非常关键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讲一下就是这个资产的属性 要进行一个转换啊 所以属性转换就是高风险的流动性差的资产啊 资产配置 你要向低风险的流动性好的资产配置做一个转换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 这个图呢 讲的就是大类资产风险和收益率对比的一个图啊 就是越靠近圈层内部啊 你资产的风险越小 当然收益越低 那越往圈层以外 资产的这个风险越大 那收益率呢 当然也越高 也就是风险和收益相成比例啊 成正比 那当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呢 人们会多配置高收益的资产 比如说股权啊 股票啊 高收益的债券啊 或者是一些不动产 那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发生 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啊 一定要将资产配置的风险 资产配置啊 向风险低的流动性好的资产去做转换 那这个时候呢 千万不能恋战 你不能去贪图这个三五个点 高的收益率啊 比如就让你买一个高收益的 这个信托产品啊 高收益的一个什么P2P产品啊 用三五个点的这个高的收益率来 来诱惑你 那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就是保持必要的一定的现金储备 大家早就听腻了一句话 叫做现金为王 但是这三四十年来呢 可以说受 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呢 从来都是被嘲讽的一个对象 然后你要跟别人说现金为王 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傻子 对吧 现金 他觉得你持有现金是在贬值 对吧 那现金确实抵御不了通胀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 他却可以抵御危机 有一个人啊 这个吉姆罗杰斯啊 大家其实他也经常接受我们央视的访谈啊 或者接受一些采访 他是罗杰斯的这个搭档 当时 索罗斯的这个搭档 那有一次有一个访谈里面 是一个英文的访谈啊 我看到有一句话说的还挺有意思 他说 就当这个资产啊 遭到这个大部分人痛恨的时候 就当某一类资产啊 当到遭到大部分人痛恨的时候 那就是应当配置这种资产的时候啊 就是你越讨厌某一种资产 当大部分人越讨厌 越震恨 越不屑于某一种资产的时候 那这种资产往往就是最佳配置的时机 或者最佳配置的时候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这句话 是不是说的有道理 那现在呢 现今呢 可以说被人们痛恨了几十年啊 走到今天啊 走到经济危机可能发生的当下 那现今为王这句话呢 我觉得他将会再次展现他的价值啊 并意义升回 那这是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 第四点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呢 有这个传统家族互助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啊 个人在危难之际呢 他不像西方社会 他比较依靠这种完善的社会保障 制度啊 都是每个人都是靠自己啊 那中国呢 他更有这种啊 这种家族互助的这种传统啊 就是家族内部的互帮互助 那如果有 就是现今有比较好的一些家庭成员呢 如果在V 关键时刻呢 他可能会挽救自己的金亲属啊 或者家族成员啊 免于这种危难啊 这是非常好的中国 传统社会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家族互助 那第五点呢 就是要防范那个中小银行的风险啊 防范中小银行的风险 那资金呢 尽量存放于大银行啊 或者说是国有大行啊 大银行呢 在风险中的这个抵御风险的这种能力啊 要比中小银行强的多得多 那关于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啊 专门是讲这个中小银行风险的啊 事实上整个中国从这个19年 5月包上银行以后呢 确实也是中小银行的风险 不断暴露的一个过程 那第六点呢 啊 就是说这个黄金呢 是有一定的配置价值 就是你如果还有手里有一些余钱 有一些余力啊 你可以在黄金上进行一些配置啊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这个逻辑主要是说 主要背后在于美元的宽松啊 因为美元主要是靠美联储啊 做一些做这个货币的大方水 做这个宽松啊 它的资产附带表 在短短的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啊 从这个四点几万亿 一路扩张到现在五点八万亿啊 扩张得很快啊 为了挽救经济嘛 那其实黄金呢 又是美元定价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黄金价格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跌创新高啊 那那那 整个黄金的配置的这种价值呢 就在提升啊 那最后一点呢 啊 就是说普通人来讲呢 就是要把这个工作保住啊 保住工作 就别人失业的时候 你还有工作啊 那你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那这相对来说讲 啊 你就是跑得比别人好一点 那好了 今天呢 就我就讲这么多啊 本来也是临时有感而发的一个节目啊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